33. 星島日報 霸王聯泰齊發刑警 2015年7月18日星島財經 B.11臨近半年業績期 多家公司與高中期市成績轉差 霸王1338發刑警 只受類生產和銷售家庭個人護理產品業務銷售收入持續下跌 調今年上半年業績將繼續錄得經營虧損 該公司今年首六個月整體銷售按年跌百分之二十二 中國農產品149了中企業積擴年遊行轉規 公司解釋 虧損主因是行政及財務成本增加 加上公司投資物業的重股營餘愈減少 該公司作五福牌 聯泰3日一同樣發刑警 預計上半年純利按年減少55至65% 只由於簡報債工廠進行重整及僱員調配 所以旗下之Murgeon Sky集團表現未如理想 加上一名主要日本客戶商半年訂單大幅減少 減幅高於預期 令該公司優閒及時尚服裝類的無利率及盈利均有所下減 光控中化肥部起零一邊商 光大控股165則發營起 調中期純利按年大升於150% 該公司指 營利上升受惠集團跨境資產管理業務 各項相關收入穩步上揚 有最恰當時機退出部分投資項目及集團合營公司 營利分享按年錄得明顯上升 中化化肥297預計中期純利按年大增120-160% 該公司指出 營利上升主要因為公司不斷改善經營管理及加強成本控制 令管理水平及效率有顯著改善